其實是沒有好的科學根據的 其實有一位研究者曾經提出這件事 將鼻子的分泌物 因為有細菌或者致敏原 將它放進肚子裡 吞進肚子裡後可以幫助免疫治療 但純粹是它的理論 亦沒有提出任何科學實據去證實 所以我們當作這件事 只不過是其中科學家的想法 暫時來說是沒有可能證實的 其實鼻塞可以有很多原因 例如鼻中甲歪、鼻膜過大 這些是最常見的原因 甚至有些鼻水在鼻上都會令到鼻塞 但這些鼻水或者分泌物 形成鼻塞之後過多 當然都可以構成鼻塞的情況 但其實鼻的空間都很大 通常如果真的有鼻塞令到它塞 它都有其他因素夾閘在裡面 很少就說單一 除非鼻塞令到鼻塞令到很大 它才會構成阻塞 當我們人已經去到一個成年的階段 鼻的結構已經成了形 無論它的形狀或者它的大小 就不應該說會有什麼變化 即不是說你每天按一下鼻 鼻就會變了 所以一般來說鼻孔就不會 因為這樣撩鼻而大了 當然如果在成長的階段的時候 例如小朋友的階段 不斷有些東西要膨脹鼻孔 可能會令到它成長的時候 變大一些 然後在成長的階段 跟這兩個人一樣 都不會的 更地有心想 剛剛那句話說